你好 晚安 欢迎登机 欢迎搭乘本班机 为了您乘坐的舒适以及安全 请将随身行李放置于您的座位下方 或是头上的行李轨 以请您本班机全面禁烟 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严重违法的行为 客舱内共有八个禁忌出口 航程中如发生三级事件 比如说尿急 请不要犹豫地直接从禁忌出口离开 但切记速去速回 以防措施精彩片段 在飞行途中会发生声响的电子用品 请全程关闭或调为禁音 现在我们准备起飞 请您竖起以备全身关注 带着愉快的心情 以及海绵般的求知欲 飞行会客室 我们准备起飞 今天的飞行会客室 我们要聊的是说 朋友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常常在飞机起降的时候 都会有说有好多的准备动作要做 甚至说要把窗户把它打开 那个窗板打开 拉上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到我们的专家 Kuroi这边要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在飞机要起飞之前 用这么多的动作都要大家来配合呢 哈喽大家好 这个关于飞机起飞的时候 一定要开窗户这个问题 其实牵涉到飞行安全的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我们知道飞机其实最危险的时候 不是在飞行的时候 也不是在地面上的时候 而是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所以说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空服员一定会要求乘客 数值以备系好安全带 把你身上的行李全部都放在前方的椅子底下 或者是说放在头上的行李柜 以及把遮阳板全部都打开来 那这些原因都是在于说 我们要保证飞机可以平安的起飞跟降落 以及说可能是在降落的时候 假如说今天飞机有一个闪失 可能它的右边的引擎在冒火 当然我们全部的人 机上三四百个人一起看 帮我们开窗看这件事情 比我们机上可能十几位空服员 来发现这件事情 一定来得更有效率 就是更快速 哦原来我今天才知道说 起飞的时候那个旁边 就是你窗户的那个要打开的原因 是因为是要大家一起共同向外看 去看看说在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打开窗户是鼓励大家向外看的 因为其实很多乘客打开窗户 一定会贪恋窗外的眉色啊 一定会想要看看 我今天飞到的地方那些土地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一定他们 而且大家都会拼命的拍照 那拍照的同时 其实你那么大颗眼睛在你的面前 你要发现它不再冒烟也很难啦 哦原来有这个 我今天终于才知道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呢 那为什么那些东西一定都要什么收好放好 因为包含我记得我搭飞机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旁边有妇人 她就是硬要把她的包包抱抱在腿上面 可是他们那个也是空服员就请她说 请她还是先放在就是前面的下方 对不对 前面椅子的下方 那抱着不行吗 其实这个讲起来有点沉重哦 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说 一些非安事故不要发生的好 可是毕竟因为我们有过几次教训嘛 历史总是给我们一些教训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刚才前面已经说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我们要确保说 在降落的时候 要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行李 什么东西都不能带 都要留在飞机上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抱这个行李 你可能抱他身上 他可能 要是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能飞出去了 你难保他不会变成阻碍 你后面一排乘客逃生的一个绊脚石 这样我们就无法顺利的 在黄金90秒之内 迅速的把旅客疏散完毕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 以及就是沉重的一个议题 哦原来其实我们看是 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的动作 其实它背后都有很深的一个遗憾 甚至就像讲说 我们没有想到说 原来只是这样子 把包包抱得紧紧的 结果没想到会牵扯到这么多的人 然后牵扯到这么多的一个事情的部分 那至于就是说 像所有的那个什么一倍数值 而且一倍数值我记得啊 我看到非常的 很多的例子就是说 空姐会帮忙推 因为有的时候一倍 他觉得总是没有值 所以差那么一点点 那个真的也很重要吗 其实很重要啊 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 是说如果今天降落的时候 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如何在黄金90秒内 迅速的输离 疏散乘客 因为你坐在最窗户里面的乘客 一定是最晚出来的 要是今天前方可能 他中间排的座位的客人倒下来了 是不是就是 严防他可能 好比说五秒或是十秒 他的逃生机会了 所以其实在飞行降落或起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 乘客把一半全部的数值 其实无非也是要保持走到的 最长最大的长通心 哇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呢 就是一个简单小小的一个提醒动作 说真的 其实他背后的意涵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也是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在重要的时刻去做到逃生 所以朋友们真的每次在搭飞机的时候呢 要记得听从空服人员的声音 然后空服人员的说明 好好把这些东西该收的收好 该放的放好 不为你自己也为了大家哦 对谢谢